一、多吃牛排,危险降低29%,多吃点牛排,牛肉残膝元素和维生素B,前者可以抗压,后者可以清除血液中的高半光阿酸,这是破坏动脉血管内皮的元凶。 牛排50%的脂肪是对心脏有益的单链不饱和脂肪酸,所以,不妨尽情的吃,二、照看好肝脏上喝啤酒,危险降低85%,如果你已经有10年每天都会喝一升半左右的啤酒,那么你肯定拥有一个饱受疾病摧残的肝脏,一个夏天的好饮,你的肝脏就需要12个月来进行自我修复。 三、要开肺癌做个巴西人,危险降低48%,我们值得是他们的肩活,肩活富含元素系,它可是癌症的克星,那么吃多少才能拥有一个超人班的肺呢?只需要一天三颗。 四、不再吸烟,危险降低200%,你的口气闻起来如此之差,以至于连狗都厌恶的蜕壁散射,香烟中的主要化学物质会加重你的聚散情绪。 美国研究人员对30万军队人员进行调查分析,发现那些每天吸20根或以上相应的人的自杀率是那些重复吸烟的两倍,并且80%的肺癌都是吸烟所致。 五、和鲜红葡萄酒,危险降低50%,一中和4杯到8杯红葡萄酒可以把全烈性癌的几率降低一半,红葡萄的表皮中富含百里卢醇,withvirtual它可以依据癌细胞的发展。 六、晒晒太阳,危险降低50%,每天晒15分钟的太阳,可以把得病几率降低一半,阳光能够帮助皮肤制造维生素B, 而维生素B可以在血液中合成抑制疾病的物质,当然,晒太阳的时候别忘了擦防晒油。 七、多吃豆芽菜,危险降低24%,根据美国的研究,豆芽菜对于碳癌有非常神奇的功效,因其含有大量植物性硫配糖体,glucosinolate,它可以防止烟雾和空气中的其他污染物引发肺癌,你可以把豆芽菜加入到沙拉中, 或者直接喝三明治一起吃。 八、清洁你的肾,保持湿润,危险降低80%,根据英国肾脏研究中心的研究,如果你每天至少喝两公升的水,那么你的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80%, 九、瘦身,危险降低40%,根据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调查,你体型越肥胖,你方向盘的距离就越近,那么你受伤的几率也就越大。 减掉你身上多余的肉,体重指数你每降低两点,你免娱尼娜的几率就会提高三分之一,比较理想的斗木指数是在20左右。 神、徒步,危险降低28%,根据美国人体营养研究中心的研究,每天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,尤其是慢跑,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的时间。 午餐在节场里闲逛的时间越短,才转化成一些不良物质,乃至癌细胞的机会就越小。 加入人行到徒步者或万米长跑者的行业吧。 十一,拒绝中风来喝橙汁,危险降低28%,分来的研究者发现男人每天喝半生橙汁可以降低血压,但固醇和动脉血管的损坏,原因是橙汁中富含抗氧化即维生素C。 此外,菠菜中含有大量叶酸,也可以把你中风的机会减少三分之一。 十二,来个米猴桃,危险降低36%,就是那种小的,多毛的水果,每天服用120毫克的维生素C或者是一个米猴桃,可以把空气污染对肺造成的损伤降低一半。 十三,维生素E,危险降低16%,美国的研究者发现,从植物种子而非大多数的营养补充餐中获取的维生素E,可以阻止肺部疾病的发展。 从胡桃,核糖或芝麻种子中获取的一维克百万分之一克,维生素E就可以以致致病因子。 一,吃鱼头相当于注射免疫球蛋白,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。 二,枸杞子,交付枸杞口中今夜长生,抗动脉运化,降低血糖,促进肝细胞新生等作用,扶植有增强体质,延缓衰老之功效。 三,扭眼,自寻手部柔软的部位,软眼睛,眼眶四周,促进眼周血液循环,可明目,醒脑,还兼具美容作用。 四,常喝酸奶,酸奶的营养价值极高。 五,绿茶,抗爱,并可补充小元素,增加血管的溶腺度。 六,要多吃五股杂粮,玉米,调麦,燕麦,小米有安身促进睡眠的作用。 七,土豆,恐怕你我都想不到,它竟然有细致的作用。 八,西红柿,抗奶,不过要和鸡蛋炒,才能生出抗爱物质哦。 九,黑膜,治肺炎,治心脑血管病,调节血液粘稠度,能净化血液,轻生强剂,脑洞难重量斑坏。 三,肠味豆豆,发红发熟。 这时,你抹上点爱灰,会很快干点,慢慢就掉了,不会流豆磨。 十一,爱灰是天然的除味剂,用小布袋子装起来,放在厕所,厨房或者是冰箱里,能起到除异味的效果,可以跟煮炭香媲美。 十二,提湿的人可以用一米红豆汤或锅巴来解决,喝上一阵子一米红豆汤之后,再喝小米粥来补补脾味。 九汁皮剑,十字花,两生三字丁,吃洋葱,老鹿通,吃大蒜,酱血汁,蘑菇汤,防水栓,吃鲜姜,雪汤汤,木耳菜,酱汁块,植花茶,酱血鸭,吃辣椒,小汁宝,乌龙茶,减肥夹,身材秀,吃土豆,气血湿,吃荔枝,葡萄甜,补血缘,药润夫,樱桃补, 常吃枣,不咸牙,燕麦汤,皮肤光,吃蜂蜜,皮肤细,萝卜汤,吃胃胀,皮肤细,萝卜汤,吃咳嗽,吃苦瓜,胃祸下,吃芝麻,养头发,养安神,吃枣人,要健脑,吃核桃,吃苹果,衣补肾,养生精,要寄清,身体好,幸福定,存下来,很有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